大雨傾斜而下 列車在雨中緩慢前行 軌道全部積水塵災 變成一條條小河 因為水淹軌道 企圖車展大淹水 無法通行 許多民眾受困在 暖暖出發的列車上 晚間基隆市發布豪雨特報 許多地方傳出淹水 而在暖暖車站外 多出路段 因為雨勢太過強烈 圍牆邊水流向是小瀑布 路面也全被淹沒變成河道 而市長謝國良也在稍晚 傍晚五點五十分 進駐災害應變中心 目前基隆開設三級應變 氣象署並針對七堵區 暖暖區及仁愛區 發布大雷雨即時訊息 於是稍晚會緩和 但後續天氣仍是鎮雨不斷 提醒基隆地區民眾 出門格外小心